主料,年糕400克,主量,豆腐2块,白菜60克,洋葱1个,小葱2根,韩式辣椒酱2大勺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年糕条先入被水煮软,水中加入盐和油,防止年糕粘连,即让年糕入味,10分钟左右,煮好后,沥出后过凉水,煮年糕的时候,可以同时煎豆腐片,煎至豆腐片两面, 煎至黄即可,切条,洋葱,白菜梗切条,小葱切断,葱把葱绿分开,锅中放油,油热后加入小葱白和洋葱爆香,然后加入白菜梗,煸炒片刻,再加入年糕,翻炒均匀,锅中注入半锅水,将豆腐调,白菜也加入,最后加入盐,韩式辣椒酱两大勺,和汤水混合均匀,抽适有脉, 甜辣酱,有点甜的辣椒酱才好吃,非常适合做炒年糕,煮至20到30分钟,汤收至浓稠,出锅撒上芝麻,小葱叶,烹饪技巧,年糕在炒制之前,一定要先煮一下,才能去掉年糕本身的姜米味,第一次煮完要过凉水,会增加年糕调的弹性,吃起来会QQ的,最后煮至的时候,不要急于出锅, 多煮一会,煮至年糕用筷子夹起石成岛悠行最好吃,因为这时候会非常柔软,又很Q,喜欢更辣的可以再爆些辣椒粉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